我会留这个星期会讲更多关于基督的心意 讲到我们这个 在还没分享之前呢 我跟你讲个笑话 有一天五岁大的孩子 晚饭过后 跑来问爸爸 问一个生命很重要的问题 他问 爸爸我是怎样生出来的 爸爸就觉得说 这个问题蛮不好的 他就把这个问题推给妈妈 你去问妈妈 妈妈就会告诉你了 那妈妈 看着小儿子来问这个问题 他也不好意思回答 又怕回答错 然后他就跟他的孩子讲 孩子妈妈在洗碗很忙 你去问你爸爸吧 爸爸 爸爸又要索太极的时候 那小孩子已经不耐烦说 你们到底能不能告诉我 真正我是怎样来的 那爸爸 于是爸爸就这样说 爸爸是把几粒种子放在家的那个地毯里面呢 几个月后你就生出来 小孩子没有怀疑 就如是如法是般的 就拿几个种子放在地毯里面 然后就把这事情给忘了 经过几个月过后 他一天 心血来着想起 几个月前我曾经把种子放在地毯里面 然后他就走到地毯 地毯那边 叶开那个地毯来看 忽然间 那几粒的种子已经不见了 变成了几只的灾丸 然后他就说 别乱跑 孩子过来给爸爸抱 好 给爸爸抱 好 生命姐妹 当我们的信仰 有不正确的观念 而不正确的想法的时候呢 他会引导我们走错的方向 也引导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有所误解 有误会 所以呢 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系列的 在基督里的这个系列的讲道很重要 上个星期我说 你必须要跟耶稣基督来联合 你的生命一定要跟耶稣基督有产生关系 要不然你来教会只是来教会而已 你的生命被上帝来改变 被上帝来讨召 不取决于你来教会有多久 还是你去教会有多少次 取决你的生命敞 他愿意让耶稣来 在你的身上来做工 所以你必须要跟基督一起联合 union with God union with Christ 很多人没有跟基督联合 他指是混合 我今天没有拿来哟 混合就是渣 混合 我说 に提し timely 这样前代而已 他没有联合 所以当你把绿豆和红豆放在一起 这叫混合 你就算你把它参在一起的 你看到那只是红豆和绿豆 你人人看到红豆是红豆 活绿豆 生命没有参在一起 没有联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联合生命 联合生命就必须 我们就必须脱去我们的救我 我们救我的生命 我们救我的本性 很多人可以 很多人做了这一部分 很多人信仰耶稣 祂把救我 救的衣服脱去了 可是很多人没有穿上新衣 很多人没有穿上这件衣服 所以呢我说 很多人信仰耶稣是裸奔的 是测身露体的 没有穿衣服的 在灵性上 在属灵里面的他们是没有穿衣服的 有人没有穿衣服在街上走吗 这是一个很怪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 常常确实有人不穿衣服的 就这样出街了 今天我们来看 就延续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 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 哥罗西书第三章 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我读圣经中文的 二本第十二节这么说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 恩慈 喧虚 温柔 忍耐的信 倘若这人 与那人有嫌信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以外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得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昭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信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四章颂词 临歌彼此教导 父相欠倦 心被感恩 从歌颂神 十七节 无论做什么 或说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神 第十八节 你们做妻子的 当圣徒自己的丈夫 这是主理念的相宜的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你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这是因为这是主所许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是志气 二十一二节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失诺 像是讨人欢喜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神 二十三节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给主做 故事给人做 二十四节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比得着几夜 为赏事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 主基督 那行不易的 必受不易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阿们 他们就要祷告 天父我把这个时间 交在你的神手里面 把这个时间分别为胜 主啊 你高默 你的仆人和讲台 让我释放你的话语 天上的麻辣 让他们能够得以保足 让他们灵性能够坚强 让他们能够领受 神啊 你的心意和你的旨意 在他们生活和生命当中 主我把这个时间 教你分手里 如此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讲到 我们跟基督联合之后呢 我们必须要有基督的生命力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 我们在这个第三章 第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呢 我们会分成四个部分 基督的生命力 发生在哪一个部分呢 第一 我们来看 我们要基督的生命力呢 发生在你的品德上 圣经讲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蒙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醇 怜悯 恩慈 谦 谦 温柔 肯耐的性 其实 这个醇呢 在希腊言文呢 就是穿的意思 穿上的意思 希腊言文叫做 恩迪欧 大家讲恩迪欧 恩迪欧 就是说 要穿上连领的心 心是怎样穿上的身连领 这个穿呢 有特别的意思啊 就是说 你要穿 就是表示你本身 本来没有的 所以你要穿 然后穿是要穿上去 给人家看的衣服 外面可以看得到 原来哦 一个人要有怜悯的心 不只是藏在心里面 而且要展露出来 这个怜悯的心 阿们 所以呢 耶稣 这里呢 保罗 告诉我们呢 我们信主耶稣之后呢 我们要穿上新衣 穿上什么新衣 第一 要穿上怜悯的衣 因为牧师 什么是怜悯 以前我们的生活 都是充满自己 是一个自私的生命 但自从我们接受主了以后呢 生命不是再像以前 就我的生命 乃是新的生命 是舍己的生命 怜悯是讲内心情感 表现出来的一个元素 要讲怜悯 我们必须讲什么不是怜悯 怜悯不是同情 怜悯不是可怜 大家讲怜悯不是同情 怜悯不是可怜 当你走到一个街边 看到一个乞丐 他很可怜 衣服破烂 然后没有饭吃 你说 哎呀 真可怜 给你两毛钱 这叫可怜 但是怜悯不一样 耶稣有怜悯的心 耶稣有一次在讲道 在一个地方讲道后 很多人来听他讲道 耶稣动了慈心 圣经讲 他动了怜悯的心 他说 这些人因为听我的道 而没有东西吃 然后就叫门徒说 门徒啊你去给他们吃 门徒说什么 门徒说 我们只有五饼恶意 怎么够喂养这些五千人呢 耶稣动了怜悯的心 耶稣想尽办法去帮助这些人 同情不一样 同情哎呀 我能够做得到做到 有同情 我方便的时候才做 不方便 哎呀 这时候不方便 我很忙 这叫同情 怜悯不一样 怜悯不管你方不方便 你能不能够你想办法要去帮助 所以众姐妹 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学习有怜悯的心 像耶稣一样 有怜悯的心 第二 圣经讲我们要有 恩慈 恩慈是一种对别人的态度 恩慈在希腊英文叫做 Casco Stats 我们难读的 Casco Stats 意思是说 和善 恩慈 恩慈 政治的意思 政治的意思 我们去看下去 我们在什么方面 我们要表现我们的恩慈呢 第一 当我们要恩待那些忘恩负义的人 这就是恩慈 来大家讲 恩待那些忘恩负义的人 兄姐妹 因为我们不只是要恩待那些对我们有恩的人 对我们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这种不是叫恩慈 这种只是叫报恩 人家对你好 你又对他好 这种叫报恩 这种叫是很自然的 这是应该的 神要我们在生活上操练像他一样 要以恩慈来对待那些不义的人 忘恩负义的人 不单单要原谅 还要用恩慈来对他们 圣经说多处要说要忍 要饶恕 然后用恩慈来待他们 如果有人出卖我们 在神意上也好 在信誉上也好 在情感上也好 他的所作所为都叫我们心如刀割 对我们不忍不义 像这样的人 我们还要用恩来恩待他 第二 我们怎样去表现我们有恩慈的心呢 当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大家讲当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当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不管他是谁 认不认识神志是我们的敌人 是他最需要的宋里面 让我们学习什么叫做血中送炭 这是基督徒应该要有的属灵气质 恩慈是一颗纯正的心 在他最需要的时刻 夫人他是谁 当他需要时我们给他帮助 第三 我们怎样表现我们有恩慈呢 去顾及别人的感受 大家讲顾及别人的感受 顾及别人的感受 一个有恩慈的人呢 是一个不是尖酸刻薄的人 恩慈不会避人家避到死角去 恩慈是设身处理的替别人着想 这叫恩慈 第三我们要有什么呢 我们要有谦虚 谦虚是对自己的看法 大家讲对自己的看法 对自己的看法 要讲谦虚我们讲他的反义词 谦虚的反义词是什么 什么 骄傲 那请问什么是骄傲 什么叫骄傲 骄傲是一种自满 只是一位 对目中无人的自私态度 那有几个要素 一个骄傲的人 第一自满 什么是自满 自满就是说 我自己做 我不需要你 我不需要人 我自己来 这个叫自满 然后有一句叫目中无人 目中无人就是说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叫目中无人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有一种人他是好的 他可以帮助别人 可是他要人 当然要offer他 要帮助人家帮助他的 哎呦不要 我需要你 这种也是一种叫 能给人给啊 圣经讲说 给是比受更为有福吗 这也是一种 一个缺陷 一个品质的缺陷 因为我们不能够谦卑 所以要写信给 和人家给你的 给你 offer你的时候 你要懂得接受 OK 然后 什么是谦卑 我们来讲 什么不是谦卑 你知道什么是谦卑的 谦卑不是什么事 都是鞠躬 啊 气息 是啊 我的错啊 对不起 哎呀呀 sorry啊 这样不是一定是这样 OK 然后谦卑不是认为 我有多么谦卑 常常讲 哎呦我是一个很谦卑的 你就是不谦卑了啦 啊 啊 我就是我很谦卑的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你其实你就不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了 然后谦卑不是涵养 涵养是中国人一种的 一个一个信念 涵养很不好的 呃 我这样说 当人家称赞 你的孩子 哎 哎 啊某某人 你的孩子很乖咯 你的孩子很棒 很聪明 哎呀不是啦 没有啦 没有啦 我的孩子笨得要死 你真的骂他 孩子笨看 他跟你放脸啊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含量 假意的 假意的虚 假意的谦虚 啊 当一天你讲到 姐妹今天你穿的衣服很漂亮 哎不是啦 不是啦 随便穿而已啦 随便穿而已啦 随便穿你成衣来啦 哎 他不能 真正的谦卑 是正是我的弱点 满足于我的地位 满足于神创造我的高矮肥瘦 满足于神创造我的性别 满足于神让我活在 生在这样的家庭 满足于神给我这样的智商 满足于神给我一切的恩典 这叫谦卑 我活到37岁 我已经不在乎我长得怎么样的胖 啊 人家说 牧师啊 你的身体越来越来越像人肉的讲台 以后放生计就不用讲台 放生计就在你的肚子上就可以了 啊 人已经30多岁 那个叫什么 消那个叫做 呃 冬季啊 叫什么 就是那个消化啊 和那个 呃 已经太慢了了 来不及了 因为 进的太多 出的太少了 所以就有这样的运动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我很在意我的眼睛 因为我笑起来 我眼睛好像一条线这样 很多人以为说 哎呀 牧师你笑起来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我们的吗 其实我看到你们的 啊 这也有一点好处 但我在笑的时候 其实以为他看 我以为 很多人以为我看不到 其实我看到很多东西 啊 这也是一种的伪装啊 哈哈 厉害啊 上帝创造我 有一个独特的笑容 独特的眼睛 哎你要有眼睛 蜜蜜像我这样以为 要做容颜 你做做看 所以你要接受 上帝给你的 有些人不能接受 哎呀 为什么上帝做我皮脂这么大 为什么上帝做我这么矮 为什么上帝做我这么样 前卑也是能够接受 那个创造的主 把你造成这样 你要相信 上帝造你是 其妙可畏的 你是独特的 全世界再找不到第二个的庙里 全世界再找不到第二个的美华 因为你们是独特的 你们是独特的 上帝创造你们是独特的 Amen 我们接下来 就算你们是弄到双胞胎 双胞胎也有它独特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OK 真正的谦卑呢 是不看自己 什么时候你不看自己的时候呢 这就是谦卑了 那我不看自己 我要看谁啊 你很好 我问得很好 当你不看自己的时候 你要仰望耶稣 你要看着耶稣 你就能够谦卑了 当你很在意人家 你还活在别人的评价 评价里面呢 人家的批评里面呢 你很在意人家怎么看你的时候呢 其实你还学不到 什么叫真正的谦卑 一个真正有谦卑的人呢 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我不会 第二 他也不会跟别人来做比较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都是很容易跌倒 我们是跌倒的候选人 我们是大一块的候选人 有没有先费 我们做一个experiment 哎呀我忘记带我照片了 不好意思 当你拿一个照片 拿一张照片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 系体一个传统照 有30个人 40个人一起拍照 请问 你看那张照片之后 你先看 你第一眼看到 先看谁 自己咯 所以你看我们要 演绎多么 我们的本性啊 就是不谦卑的 我们先看自己 不看别人的 我不看 哎呀美国在哪里 美国在哪里 啊谁在哪里 不是 现在都是看自己 啊我在哪里 哇真的这样 又排得这样不美 对吗 这就是谦卑 我们能有一个很好的温度计啊 量量气 来量我们 有些人喜欢看别人不顺眼 看别人不顺眼呢 是自己的修养不够 OK 来跟大家讲 不要看别人不顺眼 看别人不顺眼是你自己的修养不够 然后有些人呢 喜欢跟别人比较 啊因为妒忌呢 就是不喜欢看别人比他好 然后呢 呃就 爱做比较 其实你 其实很容易知道你有没有谦卑啊 如果你常常 参在跟一个人 参一大班的人 或者你 你一个有参一个朋友呢 人家总是称赞他 而没有称赞你的 称赞你的 这样的情况下 不是一次两次 常常这样的 就能够看到你 你谦卑 你的感觉怎么样 你会为他高兴还是勇气他 为什么每次都是称赞他 为什么没人看到我的 哈 这就是能够查验 你有没有真正谦卑 结果 更聪明的人怎样做 更聪明的人 就从此以后不参他咯 参比他差的人咯 反而人参就这样 让他称赞他咯 所以他又写不到谦卑了 谦卑是要写的 所以很多人呢 常常是没有穿谦卑的衣服 阿们 所以这些年来我学 我不敢说我已经很谦卑 我学习谦卑 我愿意做在幕后的工作 我愿意 我为了只看到样东西 如果我能够完成上帝的心意 能够完成上帝的国度 完成上帝的旨意 谁做那件事情都不懂 真的这个很要学的一个文字 阿们 然后就去看下去 温柔 哇 温柔 温柔是为别人着想 不单单只是想到自己 温柔 请问有没有温柔 我们先不要讲温柔 我们再讲什么不是温柔 其实我有讲过了对不对吗 你有上我圣灵的脱子里面 有讲过 温柔不是没落 不是胆怯 不是妥协 哎呀 哎呀 怕是 不是那种 如果这样的话 从牧师身上你从前找不到温柔 如果温柔要是这样的话 大家讲的话呢 我绝对没有 哎哎 我不像我也没有 OK 温柔不是怎么样 温柔不是毕与权势 处于脸强 或者因为厉害的关系 温柔不是外在的淹饰 人为的努力 或者是一种人的行养 刚才我讲的 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温柔 来我们约翟一样 是Berryman 怎样知道你有没有温柔 小姐姐妹们 温柔对你们很重要的 你怎样知道你有没有温柔 当你面对别人的批评和挑衅的时候 就知道你有没有温柔 哎呀 你讲到这么样 为什么讲到这么样 就 不管你有温柔的人 哎呀 你不认他 没有温柔 持有持 你讲我这样 当你被别人误解和淹忘的时候 你就能看出你有没有温柔 当别人误会你 你会误解的时候 你会讲 都不是我 不是我做的 你的反应就来了 你的温柔就跑掉了 没有啊 温柔 温柔不是 不是每天做出来的 不是伪装出来的 有没有温柔啊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情况里面呢 就能看出你有没有温柔了 然后当别人一再犯同样的错的时候 一直这样的对待你 做错的事情 这样对你的时候 就能发展现你有没有温柔了 温柔在希腊言语叫Protest 大家讲Protest 我这里有抄到一句 我人家形容温柔啊 其实很好啊 我读给你听啊 他说温柔是一种宁静的勇气 温柔是一种受调教来扶持的力量 温柔是柔软之心 伸出来坚毅的力量 温柔是坚定的信念 披上君子的风度啊 温柔是将我们的权力交给神 让祂透过我们显出祂的平安而大 过去的太好了 请问你有没有温柔 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披上温柔 只有忍耐 忍耐是什么 忍耐是忍受痛苦的 这种痛苦明显处于别人的过失 或者故意的伤害 我们仍然不怂怒 不记恨 不报仇 请大家跟我讲 忍耐不是强忍 忍耐不是妥协 忍耐不是视而不见 为什么要那些小声的 忍耐不是压抑自己 忍耐不是压抑自己 这些都不是忍耐 不是哎呦我当个别看见 然后就送个别看见 不是 不是强忍也不是妥协 什么是忍耐呢 原来呢忍耐在这里 原文叫做 macrodimium 意思说 坚忍压力之等候 坚忍压力之下不放弃 愿意等候 能接受自己的期限和神的应许 延后实现 忍耐的意思是说 我愿意放下我的愿望和想法 让神照他的时间来成就 忍耐也表示我能心平气和 接受神对我的安排 即使神不给我 我也能平和地接受 忍耐需要内心平静安稳 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压力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坚持下去 却能平静地接受 当然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得到 这是逐渐养成的 忍耐不是讲讲有就有一次过了 忍耐 第二什么是忍耐 忍耐就是不给神定时间 大家忍耐就是不是给神定时间 我等了三十天 你给神现一个最后的期限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我就这样做 我给神三十天了了 三十天没有怎样做 就表示我可以随便乱做 这就是没有忍耐 主啊 我要求你做一样的事情 如果你三天里面 如果三十天里面 如果你没有做 我就走我的路了 当你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为什么我那么久 我的病还不能好 我不能等了 我不要这样的方式 我用别的方式 这就表示你没有忍耐的心 忍耐需要等候 最后 有了这些东西 圣经讲 我们继续看 有了这些东西呢 我们要有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权的 如果你有忍耐 有温柔 有节制 有这些 之后呢 如果你没有爱心呢 都没有用 因为呢 爱心呢 爱呢 是联络这些东西 一起的 就好像你穿的项念 项念是一粒一粒 把它穿起来的 所以呢 爱呢 就把这些忍耐啦 温柔啦 所有的元素 联合起来 才能一个 那个生命 才能够彰显 然后 你也知道 圣经有讲 我们整个信仰 就说我们基督的信仰 有望 有爱 有信 有望 有爱 其中这三样 最大的就是爱 圣经多前书 第十三章 第三节 最大的是爱 为什么爱是最大的呢 我们有信 望爱 有信 有望 有爱 而为什么爱是最大的呢 有问吗 有时候读圣经 不要只是读而已 为什么爱最大呢 整个基督的信仰 是建立在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 你的信仰 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看不到神的 神没有 神像给我们拜的 我们必须凭信心 去相信祂 我们没有看见祂 却凭信心 相信祂 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有信 就是怎么样 可是一天 我们会回到天堂 对吗 回到天堂的时候 我们还有 会不会见到耶稣 我们会跟耶稣 一起相见 当我们跟耶稣 一起相见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需要有信心的 因为你所有东西 你都看得到了 盼望 希望 在我们人世间 所有一切的东西 在生活中 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希望 充满的希望 我们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有这种盼望 人活着没有盼望 就很糟糕 所以很多自杀 从楼上跳下来的人 他们选择自杀 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盼望 所以人必须要有信 人必须要有盼望 活在这世上 可是你回到天堂的时候 遇见耶稣的时候 这些的盼望 耶稣都为你所有 你所愿的 你所放过的东西 都满足了 请问 你回到天堂 还需不需要有爱啊 你回到天堂 依然需要有爱 你要用全心全意 尽心尽意的爱神 所以 这边讲爱是最大的 爱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 你回到天堂 还是需要有爱 你回到天堂 不一定需要有信心 你回到天堂 不一定需要有盼望 但是 爱 是最大的 因为 你还是要用这样的爱 来爱耶稣 Amen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二 把你的生命 建立在态度上 什么态度呢 一个感恩的心 我相信一个 被圣灵充满的人 是一个圣灵控制的人 的特点呢 就是他有不断持续的感谢而赞美 这个持续不断的感恩赞美呢 代表你是圣灵充满圣灵控制的人 怎样知道你圣灵充满啊 没有其他的地方 可以证明你是圣灵充满的一个人 除非 从你的身上 从你的生活上 从你的行为原理上呢 常常看到你 常常感谢而赞美 不要忘记 保罗在写哥罗西书这本书的时候呢 他在监牢里面 他为了传福音 传讲耶稣 而被坐在 被坐 放在监牢里面 其实他有一百个 借口 一百个不开心的借口 但是他只需要一个赞美感恩的理由 所以他就写着封信 还一个已经被人关在监牢里面 已经没有什么好开心的事情了 他还鼓励人家 你们要常常感谢 你们要常常感谢 这就是保罗高尚 高尚生命的一个源头 感谢赞美 有一次 保罗在菲利比传 传信的时候 被坐 放在监牢里面 圣经讲 十五经济第十六章的十四节说 因为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 祷告 参失赞美神 众囚犯也测而听 然 不然 地大整栋 省治的监牢的地基 都摇动了 监牢立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 也松开了 你看你的感谢 和你的赞美 是多么有能力 当保罗 接着在监牢里面 没有事情做 他不是在那边 买宴 怨天游人 可是他充满的赞美 在半夜的时候 是你讲 他唱歌赞美神 赞美到一个程度呢 那个监牢的门都打开了 那些被捆锁的人 也松开了 请问 今天你的敬拜赞美 有没有流汗 如果你今天的敬拜赞美 敬拜到没有流汗的 不够 人家在监牢里面 也是半夜 都在敬拜赞美神 你要有人力 你要有上帝的人力 和见证 发生在你身上 学习赞美神 学习在每一件事上 赞美神 我星期五 准备好了这份奖章 我就回去 回去到我的家 其实我 教会和我的家 只是走路需要十分钟 就可以到了 可是那一天我们大巴士 大巴士过去 大巴士回家 我等了大概二十分钟的 二十分钟的巴士 坐巴士回到家里面 第一件事情发现到 我家里的锁匙 放在家会那边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样 你可能会 一直在埋怨 一直埋怨 结果 我又从我的家 大巴士回来 家会 拿锁匙 又大巴士回家 我一路上我感谢神 我一路上赞美神 你没有什么好埋怨的嘛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愚蠢 和你自己的不小心 和你自己的疏忽来的 所以你要学习 学习赞美 在你的生活上 当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当你遇到那些 一些状况的时候 你要学习感谢和赞美 其实每次来我家 有三个巴士坐 201、202、204 但是直接来到家会呢 平台教会们坐的是204 所以每次我在等巴士 所以我会这样做 感谢神给我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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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心里面感谢 你感谢 上帝是信实的 上帝是公义的 通常上帝都给我等到204 一滴 滴两滴 就是204 所以要学习感谢 在学习赞美 因为上帝是要我们懂得 你的感恩赞美 Amen 我要让你知道几样东西 为什么一个人会逝去 或者拦 什么东西拦住了一个感恩的心呢 第一 怀疑 怀疑神 对上帝的质疑 质疑神的智慧 质疑神的爱 质疑神的货疑 质疑上帝的不变性 质疑神的力量 你不感激 因为你不相信神可以决绝你所有的问题 只要你生活上没有感恩 没有感激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当我们放弃感恩的心 你所处的环境中 你就是得罪上帝 因为你怀疑上帝 你不能相信上帝和他的应许 换句话说 一个没有感恩的心 等于你在褬妒上帝 很严重哦 对啊 当你没有感恩的时候 其实你在褬妒上帝 你在得罪了他们 所以说 让我们学习来感恩 让我们学习不要埋怨 让我们学习不要 每一些状态 罢了我们就 失去了心情 第二 什么拦住你感恩的心呢 知识 知识 一个知识的人 会说 我不在乎神啊 你的旨意是什么 我要 我想要 我要的 我想做上帝 我想做主 我要做我的选择 当你只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你就拦阻上帝的感恩 拦阻感恩的心 第三 什么拦阻 一个感恩的心呢 就是一个 世俗或爱世界的心 你满脑子充满的都是你朋友啊 享乐啊 富质啊 财富啊 和今生的地位 上帝和基督不能满住你的心 当你充满这个世界 爱这个世界的心 被充满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感恩的心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里告诉我们说呢 感恩的心呢 是必须被教导 和被迁接的 如果你不从小小的事上 感谢和赞美 你不会在大事上感恩和赞美 感恩的心 必须操练的 必须训练的 要不然 你会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把神抛弃了 有一个汪洋大道 被判死刑 在被判死刑的前一刻 他的母亲要求见他最后一面 可是这个汪洋大道 死都不要见他母亲的最后一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恨他母亲 因为他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呢 有一次偷人家的五块钱的时候 他的妈妈没有教了他 没有拦住他 因为他的妈妈不教了他 扣弄的是错的 导致到他今天成为一个汪洋大道 所以他恨 他不见他的父亲 他不见他母亲去后一面 所以说你也没有 所以你要学习 常常感谢 常常感恩 当你感恩赞你的时候呢 能力就来 上帝就在你身上做了 第三 你看生命 发生在家庭身上 家庭身上 这些 为什么 上帝要把能力赐给你 要你把基督的生命力 章篇在你的家庭里面呢 为什么家庭那么重要呢 因为呢 家庭呢 是一个 你 你品格 你品性的 学校 Family life is a school of characters 有一句话说 今天主怎样看一个夫妻关系 保罗说 妻子要顺服丈夫 来大家讲妻子要顺服 妻子要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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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顺服 拳打脚踢 罵你 啪你 踢两脚也要顺服吗 所以圣经讲 在主里面 顺服 一切没有在主里面的 顺服都是错的 今天你的老公叫你说 今天不用去掉位 陪我吃早餐 不用读圣经 不用祷告 不许你 这些都不在主里面 你要顺服在主里面 然后呢 保罗没有停在那里 保罗说 丈夫要爱妻子 他讲 丈夫要爱妻子 然后圣经说 不可苦待他们 在苦待在希腊言文呢 叫 Vicca Eno 意思说 使他痛苦难受 使他恼怒 被忌怒 引起不愉快 使悲伤苦恼 简单今天的话就是说 不要让他不耍 其实换句话说呢 你要让你的老婆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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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话今天简白话来讲 让他耍 今天 纵观很多的夫妻关系 很多的良性问题 出现在哪里呢 都出现在一个字 痴痴 都讲说 你先爱我啦 爱我我就顺服你 你都没有爱我 妻子讲 那丈夫又讲 你要顺服啦 你顺服我就爱你 所以永远都得不到 每个人都很自私 丈夫也很自私 妻子也很自私 你爱我 我就顺服你 你顺服我 我就爱你 所以永远做不到 可是圣经讲 这样的夫妻关系 是不相优的 原来 等到我们在夫妻关系的时候呢 是我们 不管你是丈夫也好 你是妻子也好 你要学习 先爱 先给 先顺服 你就能得到你丈夫的爱 你就能得到你的妻子的顺服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主怎样看妻子关系呢 圣经讲 儿女凡事要听从 来当然讲 儿女要凡事听从 这是主所喜业的 这是主所喜业的 在喜业呢 在喜业希腊言文叫 Uaretos Uaretos就是说 喜业看到的 或很开心看到的 可以接受的 圣经讲 做儿女的 我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 现在的孩子 我也做过年轻人 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叛逆 叛逆 叛逆 所以我就知道 做一个孩子是怎么样的情况 通常 听从 凡事听从呢 这个问题是有点大 通常年轻人会这样讲 能听就听啊 不能听的 不能听的 怎样听从 可以吗 但是真正讲 凡事听从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听从父母的话呢 因为 这是主所喜业的 这是主喜欢看见的 接下来 你们做父亲呢 不要得儿女的记忆 然后呢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在希腊人文 志气叫做 阿兽 阿兽 帝人说 使得他沮丧灰心 使得他气馅 使得他伤心斥肢 所以 如果每一个人 在 让耶稣基督 在他的家庭里面 彰显基督的人力 这家庭哪里会有问题 家庭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悲剧呢 我常常讲 我以前讲过 今天还是在讲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跟旁边讲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是讲爱的地方 难怪你在家里讲道理 这种点讲不对了 因为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是讲爱的 我都没有错 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不对 永远都不会有一个结论 家是讲爱的地方 家是家 是比爱的地方 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阿们 所以呢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在家庭里面 有这样的态度呢 因为 如果你在家里 都连家人都称赞你 都说你很棒 你真的是很棒 因为呢 你在 没有一个人在家里是伪装的 因为家里是最不用伪装的地方 连家人阿 父母亲还是你的兄弟点都称赞你 You are my good brother 是吗 是吗 呵呵呵呵 你真的是 good brother 阿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时间问题 工作上 生命在工作上 每一个我们 我们都是出来打工的人 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工作态度呢 这里讲我们要听从 我们要听从我们的老板 听从在言文叫做 欧阿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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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听 而且要注意听 听了要服从 保罗这里告诉我们 告诉基督徒 保持这样的工作态度 不管你的老板是一个坏的老板 还是好的老板 你的老板是一个 有良心的老板 还是不良的老板 因为最终我们最大的老板是主 主基督 最终我们的大老板 我们的真正老板是耶稣本人 他一定 回报我们 赏识我们 当我们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所以呢 今天 你要穿上耶稣基督里面 为你准备的新衣 第一 你必须要有生命 耶稣基督的生命 展现在你的品德上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 展现在你的态度上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 展现在你的家庭上 让耶稣基督的能力 展现在你的工作上 让我们一起站一起